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缘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错过再等,十,年,四,各生肖八月最有钱,横财降临,不愁钱花,再穷也要翻身,别傻傻的还不知道,八月是金钱滚滚而来的一月,对于那些追求财富和成功的人来说, 年轻时的努力,即将结出雷雷硕果,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八月,最有发财聚财命的五,大生肖,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在这一月创造财富的辉煌,一生肖蛇,鼠蛇的人将成为最大的赢家,鼠蛇的人足智多谋,心思缜密,善于抓住机会和大胆决策, 他们通常具备强烈的领导能力,和支配欲,喜欢掌控局面,有时候可能显得霸道,在团队中,他们常常是决策者和领袖,能够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人员, 八月对于他们来说,将是值得期待的一月,因为他们将实现财富的飞跃,聪明细腻的鼠蛇人有助,精准的商业眼光,和坚定的执行力, 这是他们能够抓住市场机遇,牢牢把握财富的源泉,势如破竹的鼠蛇人,将在八月再创辉煌,财富和福气将会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生活, 在这个月份,他们将得到贵人的鼎力相助,事业上一帆风顺,财源滚滚,不仅如此, 鼠蛇的人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令人满意的喜事,感情,健康等方面,都将一帆风顺, 总而言之,鼠蛇的人在八月,将得到财神的庇佑,财运亨通,家门喜乐, 鼠蛇的人们的生活,将充满欢声笑语,二,生肖牛鼠牛的人,一向以勤劳著称, 他们在工作中总是默默耕耘,不求回报,然而在八月到来之际,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由于过去几个月的心情付出, 鼠牛的人将在事业上,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职场中的升职加薪, 还是创业者的业务扩展,都会有显著的进展, 鼠牛的人在八月,一定要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公司内部的专案和活动, 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尤其是在团队合作中, 鼠牛的人能够发挥出色的领导才能,带领团队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个月鼠牛的人在事业上,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专案成功,或者是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加入, 在财运方面,八月对于鼠牛的人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由于他们在过去的努力和积累,将会迎来意外之财, 这个意外之财可能是,来自于投资的回报, 也可能是因为某个专案的成功,而获得的奖金, 总之,鼠牛的人在八月,将会感受到财富的滚滚而来, 此外,鼠牛的人在八月,还可能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财富机遇,比如一次偶然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朋友,推荐的一个赚钱专案,都可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鼠牛的人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鼠牛的人在八月的人际关系,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捩点,由于他们平时待人真诚,乐于助人, 在八月将会得到贵人的相助,这些贵人可能是职场中的上司、同事, 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朋友、亲人,无论是谁, 他们的帮助都将为鼠牛的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在八月,鼠牛的人要特别注重, 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要保持谦虚和友善的态度,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贵人的相助, 还能建立起和谐共赢的人际关系网络,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满载而归的他们将在八月, 以崭新的姿态,获得更多的成功和财富。 三,生肖虎属虎的人,一向以勇敢,果断著称, 他们在事业上总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 在八月到来之际,属虎的人将在事业上迎来一个新的腾飞气, 由于他们的创新精神和不懈努力, 将会在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绩。 对于属虎的人来说,八月是一个展现自我, 突破自我的好时机, 无论是职场中的新专案,还是创业者的新产品, 都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属虎的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勇敢尝试新的领域和方向, 敢于挑战自我,迎接更高的目标。 在财运方面,八月对于属虎的人来说, 是一个财源广进的月份, 由于他们在事业上的出色表现, 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无论是工资的提升, 还是专案的奖金, 都会让属虎的人, 感受到财富的增长。 此外,属虎的人在八月还可能会, 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机遇, 比如一次偶然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朋友推荐的一个赚钱专案, 都可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属虎的人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 属虎的人在八月的人际关系,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捩点。 由于他们平时待人真诚, 乐于助人, 在八月将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这些贵人可能是职场中的上司、 同事, 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朋友、 亲人, 无论是谁, 他们的帮助都将为属虎的人, 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在八月, 属虎的人要特别注重, 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要保持谦虚和友善的态度, 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贵人的相助, 还能建立起和谐共赢的, 人际关系网络,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 生肖杨属杨的人, 一向以温柔细腻著称, 他们在工作中总是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 在八月到来之际, 属羊的人将在事业上, 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期, 由于他们的细致入微, 和不懈努力, 将会在工作中, 取得显著的成绩。 对于属羊的人来说, 八月是一个稳步前进, 不断提升的好时机, 无论是职场中的新专案, 还是创业者的新产品, 都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属羊的人,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注重细节, 追求卓越, 稳步前进, 迎接更高的目标。 在财运方面, 八月对于属羊的人来说, 是一个财富风营的月份, 由于他们在事业上的出色表现, 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无论是工资的提升, 还是专案的奖金, 都会让属羊的人, 感受到财富的增长。 此外, 属羊的人在八月, 还可能会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财富机遇, 比如一次偶然的投资机会, 或者是朋友, 推荐的一个赚钱专案, 都可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属羊的人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不断增长。 属羊的人在八月的人际关系,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转列点。 由于他们平时带人真诚, 乐于助人, 在八月将会得到贵人的相助。 这些贵人可能是, 职场中的上司、同事, 也可能是生活中的朋友、亲人。 无论是谁, 他们的帮助都将为属羊的人, 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在八月, 属羊的人要特别注重, 与他人的沟通和合作,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都要保持谦虚和友善的态度, 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贵人的相助, 还能建立起和谐共赢的 人际关系网络,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一月, 属羊的人将在财富的道路上, 迈出坚实的步伐。 财富和幸福将与他们同行。 总的来说, 八月对于属蛇牛虎羊的人来说, 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月份。 无论是在事业上, 还是在财运和人际关系方面, 他们都将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 只要他们能够抓住机会, 勇敢面对挑战, 必能五福高照, 打击大力, 注定享富贵, 希望每一个生肖的人, 都能在八月迎来自己的好运, 实现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这三个生肖的人, 他们被不动名王庇佑, 年纪越大越富贵, 一起来听运气。 是种很玄妙的东西, 看似不存在, 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地出现。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称之为一种意外的惊喜, 其实运势如同空气, 既看不见也摸不住, 拥有好的运气, 则会心情舒畅, 万事顺心, 但是如果没运来临, 则会致使我们寸步难行, 只要自己肯努力做事, 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 接下来肯定会万事顺畅, 家中的喜事一波接一波的来临, 那么有哪些生肖, 会被厄运缠身呢? 又有哪些生肖, 能为我们带来福报呢? 一,最招小人的竟然是这, 三,各生肖。 鼠鼠的人的确是一个特别聪明, 而且特别精明的人。 当然, 生肖鼠的人却经常会因为, 自己的太过精明, 太过聪明, 招惹到一些不该得罪的人, 使得自己的前途受阻, 事业受阻, 因此, 生肖鼠的人经常会聪明一事, 糊涂一时, 使得自己的前途, 和事业在一瞬间受损, 人太过笨拙, 在这个社会混不下去, 人太过聪明也混不下去, 而生肖鼠的人就是属于那种, 太过聪明的人, 经常会招惹到小人, 经常会惹祸上身。 生肖鼠说到小人这个问题, 我想生肖鼠本人应该明白, 你们身边有多少小人, 你也应该清楚你, 被多少小人捉弄过, 因为生肖鼠的性格, 有时候过于极端, 说话做事过于直接, 所以难免会惹到小人, 但是对这个心大的生肖来说, 他们并不会刻意地去委婉, 或者细腻地跟人相处, 因为没有意识去这么做也做不到, 所以无法避免伤害其他人, 甚至很多时候生肖鼠人, 被小人捉弄了以后, 都不知道原因, 再加上生肖鼠的脾气, 比较暴躁霸道, 所以往往是那种感性的人, 被你们伤害得最深, 虽然你们有时候是无意为之, 但不否认的是, 生肖鼠人经常会变成, 别人的眼中钉, 也难免不会被人针对, 因为他们太喜欢表现自己了, 所以建议生肖鼠的朋友们, 凡事谨慎为妙, 生肖猴性格直爽, 行事利索, 看不惯别人慢慢吞吞做事, 总是要求别人, 和他们一样做事利索些, 让人心里产生厌烦, 抵触感, 偶尔一次或许人家还能接受, 但长久都这样, 犹如在后面监视督促别人, 会慢慢树敌无数, 按自己想法去做是可以, 但也要多细心留意别人的情绪, 考虑到每个人的性格, 和做事方法不同, 要折衷一下, 谨言慎行, 才不至于陷入自己设的小人局里, 注定是人上人的三大生肖, 猪生肖鼠猪的朋友们想法比较多, 同时他们敢于行动, 会把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摆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人将来, 一旦能够抓住机会, 铁定能够迎刃而上, 创造出比较幸福的生活, 在事业当中, 生肖猪之人的后进十足, 随助阅历的增加, 这个生肖之人会迎来, 更加旺盛的财富, 他们有天运, 有地运, 有财运, 将来早晚能够出人头地, 不是普通人, 就算生肖猪的出身, 不是很好, 也可以在事业上, 开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生肖猪平挤住自己的双手, 打造美好的幸福生活, 生肖猪最能吃苦, 他日必成人上人, 生肖蛇, 生肖蛇会为了自己的生活, 或者为了, 自己的一定目的努力奋斗, 生肖蛇身上的压力从来都不小, 生肖蛇还要承担住人们, 对他的非议, 这让生肖蛇的心理承受能力, 变得更强, 生肖蛇不会在意这些所谓的压力, 因为他们觉得这可能是个好事, 会让自己更加清楚地认清, 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能力, 生肖兔属兔的人善良天真, 凡事能看淡, 做人懂知足, 歹人处事都会用宽大的心胸, 去包容和原谅, 很少对事情斤斤计较, 他们热爱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 是他们的追求, 所以他们常常会成为, 各种矛盾的调节者, 他们宁愿自己吃亏, 也不想给别人制造矛盾, 他们心中对于善恶有助, 十分深沉的区分与信仰, 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 也是十分诚恳, 总是能够以十分尊重, 他人的态度对待他人, 他们内心善良, 觉悟很深, 还特别有佛缘, 深得上天的眷顾和庇佑, 所以不经常抛开自己的热心, 给别人伤害, 他们拥有很大的智慧, 能够实现富贵人生, 的游戏,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需要努力拼搏才能出人头地,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及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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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